是真的非常驚人 全臺灣總共有15座水庫泄洪 德基水庫的蓄水量 已經創下今年單日記錄 鄭文水庫也已經排出了 三座南華水庫的蓄水量 石門水庫同樣進行調節性泄洪 閘門一開 豐沛水量全部沖刷下來 桃園豪雨不斷 石門水庫調節性泄洪 今天早上就為石門水庫帶進來 差不多接近一百毫米的 這樣的一個降雨量 基於水庫的安全 所以我們進行相關性的調節性的放水 石門水庫喝飽水水位幾乎接近滿水位 氣候下午一點多 北水資源局決定加開排鴻隧道 提高放流量 不少民眾撐著雨傘搶看壯觀畫面 中壢 特別過來看 收到現場特別過來看是不是 第一次看到了 對 第一頭台中持續降雨 德基水庫蓄水率從六號 百分之六十三點六一 大幅攀升到百分之六十九點一四 創下今年單日進獎最多 為在南臺灣的中文水庫集水區 從七號凌晨到中午水庫 全心的數rológ會全面 一位大幅攀升到百分之六 一班大幅 Sorry 同時 五位大幅攀升降臨 三家